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0點很開地之後 目前出現了正當走高的一個態勢 那當然預估的量能 大概目前來看的話是1950億附近 1950億 量能當然出現萎縮的一個情形 我想說真的現在叫大家去做追價 大家也不敢 因為追價說真的也容易套牢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其實因為這一波從18600多點回檔修正到現在 其實這當中我相信當然搶反彈的人也蠻多的 那搶常常就被套 然後就出現股下又破底的走勢 所以當這個地方來看的話 其實你從技術面的角度來看等等 當然也相對上來講是沒有那麼的一個強勢 那不過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這個地方說真的 你只要控制好持股比重 我相信你偏多的操作是比較容易的 偏多的操作是比較容易 等一下我再來進行說明 好 那目前來講的話 當然今天漲上來 我相信有些人稍微會偏多一點點 可是這個地方大家還是偏空為主 其實市場上 你看到很多的消息面等等 大概都是偏多 所以現在叫你說逢低買進 我相信你真的沒有這個勇氣 除非你是低持股的 或者是說你真的就是零持股的 不然假如說你的持股比例比較高的 當然你持股比例高了 比如八成九成滿檔的 當然這個地方不適合你去買進 了不起你就做換股的操作而已 就是你真的不要持股滿檔 你就維持一個相對 比較穩健的一個持股比重 就可以了 那當然我想智慧跟膽識 其實股票市場就是考驗你的智慧跟膽識 考驗你的智慧跟膽識 那布局就是挫殺低估高成長的股票 那這是我們經歷的部分 以同為慶 以股為慶 以人為慶 好那記得叫我們Lite at GOOD58 記得點我按加1 另外的Telegram GOOD58 FB信股資金王兆麗 FB 另外的YouTube 王兆麗分析師 要記得按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 好來 其實目前市場上來講的話 我跟大家報告 當然大家擔心停滯性通膨 甚至於不只是停滯性通膨 甚至於認為經濟會出現衰退的現象 好 那假如是這樣的狀況之下 其實我記得在這一段時間以來 好像高盛吧 好像高盛 就是要大的投行 那他認為未來的12個月到24個月 衰退的機率 假設30%好了 或35%好了 當然這樣的機率是有的 可是說真的 你跟100%來做比較的話 30到35%其實他相對上來講還是比較低 也就是說他的衰退5成以上 那說真的就比較高了嘛 你拿銅板來丟 正板兩面也2分之1啊 那他說30好了 30%其實 那重點是12個月到24個月 那30%第一個不是那麼高 第二個12個月到24月 那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其實大家有時候會 當然這是我們從 因為我們研究股票市場真的比較久 我們在證據院真的蠻久的一段時間好 那假如說好 12個月到24個月真的會出現經濟的衰退好了 假設一定會出現經濟的 假設先假設會出現一定的經濟的衰退 現在離1年到2年這段時間 其實還蠻長的 你不覺得嗎 那你覺得這個地方的股票就天天都跌嘛 跌到1年之後或2年之後嘛 假如是第二年 1到2年假如是第一年底的時候 就接近2年的時候 那現在從今天 從之前18,600點要直接跌到幾點 3000點 然後跌2年 你覺得呢 那 所以我的意思說有些邏輯他不是這樣子的啦 就是說大家看到很恐怖很恐怖很恐怖 那這個還假設會經濟 那假如不會呢 假如不會經濟衰退呢 假如他真的可以軟著陸呢 對不對 所以有很多的假設的東西 只是說我一直強調 當大家很恐慌的時候 其實你都會把利空的部分大幅的擴大 擴大費一直一直一直的去擴大 因為股票在跌 你會很害怕 你會更加的害怕 你看到這些利空結果股票還跌 你會更加的害怕 就如同相反的 當股價在漲 你看到利多的時候 你就會相信 你就一直去追逐 一直去追逐 結果很容易追到山頂上 天花板上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 有些的東西他是去 需要真的要稍微的判斷 就是說我們到底 股市的部分 跟經濟面的部分 他到底走的是怎樣子 其實這個地方我都跟大家講過 我幹嘛那麼無聊 我跟大家講說 這個地方有可能是這一波段的 相對低檔區 有可能會形成底部 有可能會出現比較反彈的一個格局 甚至於終極反彈的一個架構 時間波的反彈等等 其實我可以很簡單 我就說這個地方其實 因為要講空更簡單 因為現在你翻開媒體幾乎什麼東西 幾乎都是空的啦 幾乎都是空的 其實講空的現在讓你聽 來恐嚇你 最好 因為你會認同 可是我現在跟你講說 真的股價指數跌到這個地方 應該是我們認為我們的研判 是有機會成為這一波段的底部之後 進入所謂的終極反彈的同時 我跟你講 你大部分人不會相信 你假如半信半疑 那就算不錯了 你知道 你就算喬得起我了 跟你講說這個地方基本上來講 應該不太會破底的 應該會震盪 假如你還半信半疑 我覺得不錯 那你要是選擇像我 那當然 對我是比較更有信心的 可是我相信很多人看到這種盤勢 其實說真的還是怕啦 你看成交量就知道 好 那 不管是停滯性通膨 不管是經濟的衰退等等等 好 這些的原因 不管很多俄乌戰爭 不管很多的東西 其實當然也 它也導致了股市的一個 這一波段的大幅度的一個修正 好 那 其實經濟數據的部分 當然公佈 陸續的公佈很多的經濟數據 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不太拿其他的 不是那麼的重要的經濟數據 來跟大家報告 因為我覺得 講那些說這麼多 因為經濟數據可以多可以空 看你怎麼去解讀 有些啦 那我們與其這樣子 當然這些的經濟數據的東西 我們都一直在看 那我只是說 因為對大家來講的話 其實這個太堅設了 這個太難了 或者是我跟你講這個 其實說真的 別人講的也會有多空的看法 那這個我們要搭配 所以到底現在的指數的位階 到底是如何來進行研判 不是說看媒體 不是說今天的美股跌了 然後經濟數據偏空 或偏多 只要公佈經濟數據 只要今天美股跌了 因為經濟數據跌了 就說這個經濟數據是偏空的 只要這個經濟數據讓美股漲了 就說這個經濟數據利益多 不是馬後炮 不是在衝阿會 這不就是馬後炮嗎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與其這樣子這麼多的東西 我就跟大家報告 你可以觀察一些的指標 比如說像美元指數 比如說像Face 比如說像恐懼貪婪指數 比如說 美國十年期公債 比如說比特幣 比如外資的動向等等 當然還有美股的類股的結構 其實美股最近 漲很多的股票在什麼 在一些中小型的股票 你知不知道 對不對 最近漲很多的股票 其實在有一些中小型 所以代表其實美國美股的部分 確實有一些的資金開始在進行 稍微的不像之前大幅的去杠桿化 他現在真的有在投資 有在投資 可是因為要講那麼多東西 我想時間也不夠 那我只是跟大家講 我看到的 目前的現在的一些盤面上的 他的脈動的部分 那這些的指數來講的話 其實說真的 真的也沒這麼恐慌了 美元指數很多人說 那今天當然美股昨天稍微的跌 那今天美股的盤後漲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今天收盤的 美股美元指數它是中錯的 那當然今天指數漲了 大家又說 因為今天目前的指數漲 所以大家又說 慶祝520行情 那假如今天指數跌了 就是520行情沒有用 對不對 那你到底是要相信什麼東西啊 就看盤解盤 今天漲什麼跟你講這一塊好 今天跌什麼跟你講那一塊不好 那到底現在指數 到底是要不要再破底還是怎樣 你總是要講一個方向出來 你總是要講一個邏輯出來嘛 好我想這個才是關鍵的啦 不要見漲的時候 就像昨天大跌好了 其實在前一天的時候 我們也講指數都已經漲了800點 回檔修正這個是正常啊 對不對 回檔修正真的是正常 沒有什麼 那當然假如這個會破底 那當然你就不要低接啊 可是我們認為這個指數來講 其實不太 基本上應該穩了啦 就之前我就跟大家講過了 好 那關鍵的部分來講 當然半導體的全 IC啦 電動車等等 這些都是關鍵的啦 因為這一波其實就是這些股票漲 那假如傳產跟金融可以加入輪動 其實整個結構 大盤的類股結構 相對上來講會更加的健康 那當然是更好 那只是說因為 成交量在這個地方還是沒有辦法放大 所以導致成 就是沒有辦法這些類股 大家說真的 比較有high的感覺 就是比較大幅的拉升 有時候拉傳產金 電子就稍微冷一下 有時候拉電子傳產金融又冷一下 因為量不夠啦 那大家再去思考一個邏輯 有時候在講 大家思考一個邏輯 假如說 這個量不夠的狀況之下 你像今天好了 當然現在美股的盤後是漲 可是大家再去思考一個邏輯 今天量不到2000億 那為什麼今天的指數還會漲 當然有時候 因為台積電漲 當然也是 因為金融股漲 當然也是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當 假如你從價量的結構來看的話 成交量不到2000億 指數都還可以漲 並且漲幅還算相對上來講 還不小 那你不覺得 其實這個地方 我們換個角度來想 是不是這個地方的籌碼 相對上來講也比較安定的 只要沒有在突發性的 重大的利空的狀況之下 賣壓不會湧現的狀況之下 其實這個盤勢是慢慢穩的 因為從價量不大的狀況之下 還是可以推升指數 代表現在短線上而言 這個賣壓 它是真的籌碼大概短時間 就這一波段到這個地方 它的籌碼的消化 賣壓的消化的程度 是不是應該差不多了 這個讓你去思考一下 當然我講的 我都不是說這個地方的指數 不會連續性的大漲 而是說 有可能進三退二 進三退一 進二退一 這種模式 進入所謂的時間波的一個反彈的一個走勢 那前低的部分來講 應該會守穩 其實在 當來到這一天的時候 我也跟大家講 這些指標的部分 其實真的沒有那麼的悲觀 那好 那守穩的狀況之下 當然它有機會來向這個缺口 向下缺口來進行挑戰 那當然 我相信現在很多人 其實我相信你很悲觀很保守 可是我一直跟大家講一句話 你只要控制好持股比重 當來到這個位置點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敢買股票 除非你退出市場不要玩了 或者你真的看不好 你可以全力放空 我也沒意見 可是我在前一段時間 就是在真的在低點的這一波反彈 我都跟大家講不要再放空了 可是你假如還是一定要放空 因為指數震盪走 還是會有跌的股票 我相信 是的啦 只是大部分的股票它是漲的啦 它是反彈的啦 所以你假如厲害的人 當然你選擇要放空 那也OK啦 空是要真的在之前空啦 不是在現在這個位置點 空不好賺 現在做多是比較好賺的啦 大家懂我的意思 好那 假如是這樣的結構之下 我應該拿部分的資金 來做多 來踹踹看吧 好對不對 那當然你假如保守的謹慎 你不要持股 當然也OK啦 我不是說 不行 可是你真的很保守 就比較謹慎的人 當然你不要 那OK啦 那也OK 可是我覺得 其實假如我們就另外一個邏輯來講 投資當然不一定會賺錢 投資有風險 所以投資有時候 因為有風險 所以它給你的報酬 有時候會比較高 預期的報酬 當然你有可能會賠錢 那假如不投資其實也OK 只是假如大家那麼擔心通膨的狀況之下 你不投資 其實說你假如百分之百都不投資 其實通膨的狀況也會把你的這些的錢變小 大家要懂我的意思 就是相對賞而言 相對於通膨的狀況 你的淨資產 現金的部分 是不是也會縮水 相對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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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懂我的意思 好來 所以我才說 與其這樣子 其實倒不如給自己一些的機會 拿部分的資金去操作一些好的股票 或許真的是有機會 對不對 好來 就像 航空的東西其實很多啦 我跟你講這一波上來 等等等 不管 很多的當然也有啦 可是現在真的很多的人 相對上來講真的比較少 那當然也是有啦 也是有 那只是說你要看它言之有物 不是拚命的看看現行 怎樣子就用感覺 用什麼 其實因為我跟大包 我們會看一些的指標 好來 那我比如說我先講一個 2022年在之前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今天 今天就是又寫啦 每股雪崩 千年只是前菜 更慘在後頭 那這個之前美銀也有講過啦 他預測當 假如是熊市 他要先講 假如是熊市 那當然假如是熊市 他已經定調 假如這個盤是熊市 那廢話嘛 廢話 假如熊市當然會繼續破底 繼續跌啊 那他140年之後19次熊市 平均 他用平均的概念 跌上了7% 他標普500 持肥200 所以他預測就這樣子 他就可以很簡單的預測 10月19號他認為 就是以這個平均的天數來講 他認為10月19號就是1點 結束 股票這麼簡單 我跟你說 大家都大富翁啊 統計學 統計學 我們也學過 這個只是一個概念性的東西啊 大家懂我的意思 只是一個概念性 第一個 這個到底是不是熊市 不知道啊 萬一這個地方不是熊市還是牛市 我跟你講你就完蛋了 放空了就完蛋了 當然我也沒有說這個地方是牛市啦 我的意思說 可是他的前提你要先看 假如是熊市 才有後面的這一段 假如不是熊市 那當然就沒有後面的這一段 所以對不對 那熊市當然就是跌啊 不然呢 他就跟你講熊市了 當然我的意思說 就是有些人這樣的假設 那我的指示跟大家講 有些東西真的都不是大家所想像 假如是 就像我跟你講我也可以很簡單 假如15616 這個地方肯定不會破 我跟你講這個盤當然是反彈 一定反彈啊 因為都不會破了一定不會破 對不對 那不是講廢話嗎 所以有些東西其實它是有點廢話的啊 只是你聽起來好像是 原來是怎樣子 可是他先假設 假如是轉向熊市 有沒有 你自己去Google你也看得到 假如 才有後面的這一段 好 那美股 美股優利恐懈失落10年 就是今天報紙寫的 不管是就是現在的利空 你看到的利空 現美股恐懈 我覺得有時候真的是很恐怖啊 就是當股票第一大段之後 其實你看到有些新聞寫的真的是 雨不驚人 死不休 你知道嗎 我這真的是要賺取點閱率嗎 還是怎樣 我真的搞不懂啊 被打臉N百次了也不會怎樣子啊 現在這樣子就可以跟你講說 美股恐懈落10年啊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時候在2019年12月12號的時候 這個也是債網 債券天網 克拉克表示 不管啊 他也說專家 有很多專家出來警告 美股恐陷入 有沒有 美國恐陷入衰落的10年 在2019年12月12號 就那附近啊 2019年 那在這個地方啊 這是州縣 這因為新冠疫情跌下來 這個是新冠疫情 假如沒有新冠疫情說真的也不知道會怎樣好 反正新冠疫情 有陷入失落的10年嘛 這是台股啊 美股當然漲更多 有失落的10年嘛 疫情結束完之後 全部 股市都創高 不知道漲了多少 失落10年 你要是真的失落10年 你去空 空看看 早就斷頭了 所以我講這些的意思 其實都是要跟大家講 其實你在看新聞媒體 看很多東西的時候 其實那些有時候都是誇大的 沒有那麼的誇張啊 不要自己嚇自己 我也不是安慰大家 我的意思是說 當然在多頭的時候 有時候也會跟人家 這個怎樣子 很厲害喔 怎樣講 其實都要經過自己理性的判斷啊 真的要經過 不要隨著市場的情緒 一直在那邊波動 一下子好像看到這個 好恐怖 美股 美股 憂慮 恐懈落失落了10年 日本失落個10年 好像每個國家都會失落10年 美國這個國家會失落10年 會啦 除非它不是最強的國家了啦 被其他的國家追趕上去了 可是以目前來講 它還是全球 不管是軍事力量 不管是經濟力量 不管是金融力量 是最強大的 你覺得它假如陷落失落的10年 那我跟你講全球不就完了 對不對 所以有些東西 其實大家看到的時候 你要去思考啦 思考 我想 一樣多的時候 在多頭的時候 有很多人一直講 這個盤會長的就是2萬啊 2萬1啊 2萬2對不對 那時候多的 也是一樣 我覺得當high的時候 你自己也要稍微思考一下 當悲觀的時候 是不是那時候 有沒有真的這麼悲觀 持續的下去 還是會先經過反彈之後 真的要結束 要空頭之後再往下跌 那是另外的思考的邏輯 我想這部分跟大家講 那你就看一些這些吧 指標 好來 對不對 那我想 部分的股票來 我跟大家講 其實講這個 我一直講 不是叫大家去買這個 就是說 有利空的股票來講 其實點名到幾檔股票 連8顆的部分對不對 手機不好 那你看一下它的股價 其實說真的 今天的股價也蠻穩的 那昨天是因為大盤跌 可是它的底部是不是越墊越高 點名到了3105的穩帽的部分對不對 其實這些利空 如果看起來股價已經跌那麼大段之後 說真的也有一點點走穩 我不是叫大家去買 而是說 我一直強調 股價對於利空的反應 假如你不懂 股票對於利空的反應你去觀察 假如產業的未來你不懂 利多或利空對於股價 當時的一段時間的反應到底是如何 你可以拿這個去做部分的判斷 對不對 3008的大利光也是罵到翻的對不對 結果你看 大盤破底耶 它也在還好就這樣子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都不是叫 所以我一直強調 股票的部分 你可以用利多利空 來對於股價的反應的這一段時間 到底是如何 你可以稍微的去解讀 它是不是有一點利多動畫 或者是一點利空動畫的跡象 我想這部分大家可以自己去判斷 自己去判斷 我想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另外的部分來講的話 因為時間的關係 友達群創這部分 我想面板 我就不再跟大家做說明 其實這個就是借券賣出的回補 借券賣出的回補 借券賣出的回補 那你說 假如大盤可以反彈 他當然會反彈 假如大盤不會彈 他當然也不會反彈 那這種股票 其實我都會建議大家 很多人會跟你講說 外資買 其實對不對 外資資料買 我跟你講這是借券的啦 借券回補的啦 你剛剛看那個圖表就知道了 友達你自己去看一下友達 你看 外資大概這累積的買 你看去看他借券賣出了 回補了多少商 我想這部分大家可以去看 因為有些市場上講的東西 說真的 你可以另外的 有自己獨立判斷的一個思考的空間 那這個EPS的部分 我想我不再多做說明 那配對交易的部分 因為今天我媒體 點到配對交易 那這個我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我跟大家講一下 配對交易的部分來講 不見得 其實一般的投資人說真的 不太容易去操作啦 配對交易就是一多一空啦 最好的優點就是對沖掉系統的風險 比如說崩盤 連續性的重頭 系統性的風險 對不對 比如說像921大地震啊 等等 大家全部都崩盤 因為你一多一空 部位金額一樣 所以當然沒有風險 那是系統性的風險 那比如說真的發生世界大戰 核戰世界大戰 那當然肯定崩 那你一多一空 假如一多五百萬空五百萬 那當然 你也可以cover掉這個系統風險 那是好的 可是其他的其實說真的 沒有那麼簡單啦 你要就這樣 好 你看一下 我比如說2019匯豐的時候 對不對 那時候指數 他講完之後 指數上 我們做一個圖表 三個月漲1% 你去 他是多台積電 賣連電 你看 多台積電 那三個月跌1.6% 空台積電 賣 放空連電 那三個月連電漲12% 那你這樣輸起來幾% 13% 指數漲1% 你輸13% 你怎麼起死 雙八咧 重點是雙八咧 你知道 這個買賺1.5% 這個賣賺0.28% 還好 指數一樣 那這個 這個就有賺 對不對 這個就有賺 所以 配對交易不是那麼簡單的啦 我跟大家報告 我在法輪圈很久 待很久的時間 配對交易基本上是法人在做的啦 或者是真的是很懂的人在做的啦 那這個基本上對你們來講 說真的真的不太適合啦 真的不太適合 那你看這邊來講 負32% 那這個買跌38% 這個賣33% 所以賺5% 好賺5% 那當然因為你講假做多22% 那這個你有避到險啦 賠5%而已 這個地方是賠 大盤指數是跌22% 這個你有避到錢 可是還是賠錢 我想是這樣的情形啦 跟大家來進行說明 所以 股票的操作來講 其實 選擇一些未來展望好的 控制好持股比重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因為這個就針對今天 所謂配對交易的部分 然後IC設計還是盤面上的主軸 我想這部分我講過 Type-C的部分也是一樣 然後利用來汽車電子的部分 電動車的部分 大概也是相同的情形 好那另外的 當然今天有些 最近以來有些傳統燃油車的 做板金的啦 做機殼的啦 做什麼 最近真的漲滿多 你自己看一下 自己看一下 我覺得那些相對上來講 當然獲利有出來 可是很多其實它是會對收益 你自己看一下 我想我就不點名了 你自己 認真看一下第一季的財報 真的很多 有些真的會對收益 導致它的 第一季 跟去年同期比成長很大 會對收益 來 記得叫我們的Lite 還有Telegram 還有FB 那我想目前來講的話 其實 就是在維持好自己的整體的持股比重 讓對於一些未來漲望交的股票 我想我們就布許一些 那這個大盤 我相信應該會呈現震盪反彈的一個機會 那當然急漲的時候 你不要去追股價 你不要去追股票 因為現在大家的信心相對上來講 還是脆弱 那當然你只要真的比較謹慎的 當然你也可以避險 那只是說 就像類似它的配對交易 可是這個難度很高 我也跟大家講過 那當然在目前不管是 還是通脹疫情 反正現在投資真的是很難 我跟大家報告 現在的投資真的不容易 我也不會跟你講說 現在的投資很容易 那也因為投資真的不容易 其實你更需要你認為 你信任的分析師 我想加入它的行列 真的是比較快 真的是比較快 讓你也比較安心 所以我想你假如有問題 或有興趣 想加入我們的行列 你可以撥打080055808 最後祝各位投資 操作順利 謝謝 本公司於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省省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每次大跌 都是財富重新分配的機會 把握超跌的便宜價格 讓我帶你買進 不要等到漲上去之後 再來墜價 請點擊影片下方連結 留下您的資料 或直接來電諮詢 有專人為您服務 請點擊影片下方連結 請點擊影片下方連結